最近江西出现了一个专门用百元假币在市场上购买小件物品 然后用找零钱的方式来犯罪的犯罪团伙 这个团伙的诈骗分工非常明确 而且手法极其老道 历史还真是蒙骗了不少摊贩 监控显示 一名穿着连体衣的年轻女子站在一个卖烧鸡的摊尾旁 离他不远处的几名男子假装和他不认识 当女子用一百元人民币付钱时 同伙就挤上去向摊主表示也想买烧鸡 摊主匆忙间不变钱的真假 便找了零钱给女子 之后女子与男子同伙一起迅速消失 摊主事后发现收到假币便报了警 警方立即调取视频资料 当天就将这几人控制住 这里面什么东西啊 还有呢 主力发现什么 还抢什么东西啊 打开 打开 全部撕开 警方先后从这几人身上和索旗的摩托车上 共搜出一百零四张百元面值假币 据犯罪协议人交代 他们均为湖南道线人 此次在横峰以一人出面用假币 三人掩护的方式 自处购买价格便宜的物品 就是为了把身上的假币全部换成真钱 目前警方已归还摊住被骗的钱 嫌疑人陈某已被刑事拘留 其他三人也被治安拘留 感谢您看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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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eich mondo Cald 없습니다 感谢观看